好 那么今天的访谈可以开始了 阿姨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Edward 今天本来有刚收到了一些这个精彩的会员问题 但是呢又有非常多这个引人关注的新闻啊 所以还是想今天先向您请教这一个时事 然后下一次再请教 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来请教会员的问题 那么首先是我注意到啊 最近这个朝鲜官方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挑衅的消息 比如说呢 朝鲜表示啊 为了针对韩国的重大主权侵害行为 将要征召更多的预备役军人 并且也已经有140多万的年轻人和退伍军人 志愿入伍 据说呢 其起因是由于韩国派出五人机 向这个平阳地区散发了 揭露金正恩家族的这个奢侈生活的传单 惹中了朝鲜所导致的 同时呢 也传来了朝鲜在三八线飞武装区域 炸毁了两处连接韩国的公路的消息 另外呢 同样也是在这一周 在台海 中国也组织了多兵种的军力 在台湾和外岛周边也举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远戏 据分析呢 其中只是在模拟战时要如何封锁台湾的港口 不过这个军演仅持续了不到一天就结束 从以上的消息来看 似乎东亚的军事局势啊 正在变得紧张起来 好像有这个触发世界大量的风险 那么 想请问阿姨对朝鲜和中国在近期的这些军事挑衅行为有什么看法 他们是不是会在这个非常短的期限内引发战争 显然不是 就是 它说明的是恰好相反的情况 就是 中国和朝鲜都没有打算在短期内发动战争 他们各有各的问题 朝鲜本身是一个完美的二战总体战国家 它整个体制都是按照二战时期苏联的模式设计出来的 重工业体系 军事动员体系和军官的训练 它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完备很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是一个一再意外的结果 遗留了很多他自己也感到非常陌生的东西 古老的皇帝军阀的遗产 国民党留下来的遗产 以及毛泽东自己用土法炼钢搞出来的东西 在人民解放军和党的干部当中是占了压倒多数的 正规训练 苏联能够理解 接受了列宁主义正规训练 苏联能够理解 能够指导和培训的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解放军当中都是少数 但是在朝鲜这就是轻一色压倒多数的 所以朝鲜而不是中国才是真正的完美的二战苏联的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到现在需要朝鲜提供炮弹 朝鲜的炮弹生产能力比俄罗斯和中国加起来还要大得多 朝鲜的苏联训练的正规军比人民解放军的规模也要大得多 但是这样一个完美的战士体制却没有用武之地 而且它像是1975年的北约1948年的中国一样 它自身的社会支持不起这个战士体制 战士体制是在欧洲起源的 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 也只是短期支持战士体制 在欧洲以外 只有依靠苏联的输血才能够建立起战士体制 而苏联的输血也不是无目的的 当然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有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这样的原因 换句话说 像朝鲜这样的国家 它是一个依靠出售自己的战士体制为生的国家 在朝鲜战争时期和冷战时期 它的日子过得是不错的 冷战结束以后它就混不下去 而中国呢 因为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帝国遗产 军阀遗产 而且在冷战的半中央就已经被判了 所以在这方面受到了亚历伐的较少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中国苦于帝国的遗产 像宋明帝国和中国化的元清帝国一样 后期帝国逐步上升它的军事能力和战斗力 变成一个依靠苦力经济和编护其民维持的国家 这样一个国家体量虽然大 军队的数量也不一定少 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战斗力 当然就中国和朝鲜的情况 就是违反一般的直觉 就是人民解放军现在连数量都没有朝鲜多了 而且各种装备和人手的训练都不配套 虽然朝鲜人面防激受 但是真要打起来的话 如果不动用核武器的话 中国不一定能打得赢朝鲜 朝鲜是可以像林彪当年在满洲那样 或者是彭德怀在朝鲜战场那样 万炮其风 中国的弹药储备量和火炮 还真经不起朝鲜这样近距离的万炮其风 所以朝鲜人如果要高兴的话 要占领满洲兵力火力不到朝鲜军队十分之一的满洲 应该困难不是很大 从朝鲜的直觉角度来讲 除了核武器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外 朝鲜本身已经是金欧无缺 但是这个金欧无缺缺一个斯大林的苏联给它输血 所以朝鲜人穷的要死 饿的要死 由于朝鲜的饥饿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和几代的时间 国际社会对此早已经麻木了 因此不大有人注意 最近几年朝鲜的饥荒又一次开死并恶化了 所以普京的战争 尽管普京并不是也不想做第二个斯大林 但是金将军是很希望 俄罗斯能够至少部分提供苏联的作用 使饥饿的朝鲜军队能够得到疾痒 多余的朝鲜人的苏联训练标准的战斗力 和军工生产力能够派上用场 能够从俄罗斯那里换掉一些好处 这个目的它是达到了 俄罗斯极端缺乏人力和炮弹 首先是朝鲜炮弹 现在是朝鲜的正规军 终于加入了俄国战场 为俄罗斯军队输血 我们可以合理推论 朝鲜正规军到乌克兰 它的战斗力是不如最初的俄国军队的 但是比起中国军队来说 以及俄罗斯从全世界各地 非洲、中东各地招募的杂派军来说的话 还是会稍微好一些 而由于人力和炮弹的极度缺乏 开一个头 就像是美国军队到法国战场一样 开一个头最后会源源不断地上去 我们要注意朝鲜有几百万军队 有八百万炮弹的产能 比俄罗斯至少都是三倍 1918年的习线最后美国军队就跟英法军队各占一半 最后乌克兰战场变成是中国出钱 朝鲜出兵出炮弹 俄罗斯只出一个名分 俄罗斯朝鲜军队占到乌克兰前线军队一半的话 八成的钱由中国出的话 应该是事所必至 尽管所有各方都不愿意这么发展 威尔逊总统也是不愿意让美国在欧洲承担过多责任的 但是英法的年轻人 青年一代基本上都已经打光了 美国人只要遭一参战的话 那么对美国生力军和美国金钱的要求就会源源不断 结果战灾问题几十年都解决不了 西线的阻力变成了双倍兵院的潘兴将军的美国师 而不是早已经精疲力气 又四十五岁中老年组成的英法军队了 今天的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基本上就处在这种状态 如果不大量招募各国的雇佣兵来补充的话 甚至少维持不下去了 朝鲜派出几千人是试探性的 照俄罗斯对兵员极度饥渴的需求 接下来这几千人会变成几十万人 一点都不奇怪 那么当然对于饥饿的朝鲜人民在先军阵子之下 只有军人和军属才能够保证佩解 其他人就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那么这种情况并不陌生 在毛时代不就是参军是贫下中中的一大粗诺吗 参了军就有国家粮 留在家里面种地的话 随时都有可能饿死的 参了军至少有了国家里不会饿死 所以朝鲜人民的朝鲜亲戚也是乐于参军的 朝鲜跟中国不一样 它的动员体制还在 它本来就有几百万军队 另外再动员几百万军队 比俄罗斯要容易多 俄罗斯的大部分人力资源掌握在寡头头里面 普京作为年轻寡头政权的徒弟 他是没有能力发动社会革命 来争夺这些人力资源的 他宁可让普洋高军去释放奸一门的囚犯 也不敢动烧一股和各州州长自己弄出来的士兵 像九民刚刚得到了库尔斯克十一路行 因都市的头衔以后 到现在他的州兵也没有卖出图拉州的一步 采取兼臂亲眼 只顾自己的军阀主义措施 于是普京别无办法 又从非洲调来另外一个非洲军阀 让他的非洲兵顶上去 跟九民同时作战 结果库尔斯克的俄军就变成了两个司令部 九民的一个司令部和名音上听他统帅的各路军阀的行营 非洲军的司令部 还有小普洋歌军率领的普洋高军的余部 这已经是一个郭子怡率领的各路节度是讨伐安努山的节奏了 自己的手下就是一帮节奏不听节制 对于中央的命令只当作参考 执行的是可以的 不执行中央也没有办法的状态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军人加入进去 展示就是雪中送炭 朝鲜军人到了俄罗斯 俄罗斯 苏联简体一会俄罗斯 虽然不像乌克兰出口的粮食和那么多 但是也已经不再是集体农庄的俄罗斯 粮食始终是有余的 小麦面包至少是可以管购的 朝鲜人到那里保证能够吃饱饭 营养状态会比留在朝鲜国内要好多 而且还可以得到一些照朝鲜那种 以二战和冷战初期技术为基础的 苏联式军备所得不到的一些新技术 新装备 得到现代战争的训练 因此在未来的欧雅军法混战当中 它变成一支有军事经验的部队 相对于其他军法势力 比如说没有军事经验 连演习的时候上级都要明确下炮弹指标 军舰不发炮弹超过三发就要报备 陆军军业打二十发炮弹就要报备 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可可指标的限制 它在乌克兰战场上 致绩有八百万炮弹的产能 就算是质量不好 至少也可以痛痛快打几炮的 因此等于说 金将军通过这样的动员措施 摆脱了长期以来 全球化时代被俄罗斯和中国 放进冷宫挂起来 被美国和全世界主流社会制裁的狼狈处境 尽管金将军的利益在于动员俄罗斯 都动员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参加欧雅军阀混战 但是它需要有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只能是对面的韩国 但是韩国本来也已经用它的军事资源来援助乌克兰了 所以这种做法也不算过快 但是金将军的根本目的是要让战争在远离朝鲜本土的地方进行 朝鲜这样就可以保证像美国军队在南英河作战一样 保证美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保证朝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绝不是在朝鲜半岛本身跟韩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打一仗 那样的话朝鲜自己就掉进了普京陷入那个同一个县民 不是他可以拿捏普京 而是普京和习近平都可以拿捏他了 这是金将军极力批免的 所以他一方面要拿韩国作为他军事动员的借口 这个理由纯属扯淡 韩国放了几个气球就算什么了 几十年以来 苏联还没有减体的时候 大家放气球就不知道放了多少了 至于网上或者传过那些所谓揭发了金将军使用西方舌食品的报道 那些东西的价值跟香港小报报道中国腐败的新闻一样 根本不足以动让大局的 这个明显是一个借口 而且金将军是一个极其小心的人 他一方面拿韩国的冒犯作为借口 对本国实行军事动员 另一方面他肯定还进行一个岸地沟通 至少对美国是 金将军的传统真正就是 直接跟美国打交道 这跟中国跟北约的做法是一样的 尽量把南韩贬低到台湾的那种境地 他一定是跟美国事先做个沟通 表示半岛绝不会有战事 所以美国方面毫无反应 同时为了避免擦枪走火 他干脆就切断了南韩和北韩之间的路路联系 把铁路工路给炸断了 这个做法可不是进攻韩国的做法 如果真要进攻韩国的话 这样妨碍自己部队的军火上前线的运输 这种做法是确保双方隔离 避免一旦有擦枪走火的局面 韩国军队不会越过三八线北上 为什么只防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北上 就是说朝鲜军队要不要南下 是金江津自己可说了算的 他早已下定决心 说是朝鲜军队绝不南下 朝鲜军队现在不一定能打赢韩国军队 但是他有那么多炮弹 乱打一气 伤害一些平民 搞一些破坏活动都是可以的 但是他根本连破坏活动都不愿意搞 他根本就不想让朝鲜军队南下 他对朝鲜军队不会南下之间很有把握 所以他的注意力就只集中在 防止韩国军队因为误判而北上这点了 只要把这一点防住了 同时跟美国沟通好 韩半仗可以确保无战事 他的资源可以大量地用于乌克兰 朝鲜军队支援乌克兰 美国也是无反应的 但是相对于美军必须直接参战的朝鲜战争 美军并无义务直接参战的乌克兰战争 还是稍微好一点 所以你如果要问布林肯对中国支援俄罗斯有什么看法 他当然是极不满意而且不断地制裁的 但是如果你要问他要不要在台湾打一场太平洋战争 那他肯定不愿意 他宁可让中国偷偷摸摸地支持乌克兰 也不愿意让中国明火之杖地跟美国太平洋战争打一场 跟同样的道理 拜登和布林肯也是绝不高兴让朝鲜派兵去支援俄罗斯的 但是与其跟朝鲜在韩半岛上正式打一场 导致美国士兵伤亡的战争 朝鲜增加一些导致乌克兰士兵更多伤亡的战争 算是两海枪权取其心 所以朝美双方应该是有所默契的 他们知道金将军用兵欧雅 不会引起朝美之间的直接冲突 只会引起美国的进一步制裁 金将军算一笔账 他从俄罗斯战人捞到的好处 参加乌克兰战争的捞到的好处 要多于美国进一步收紧制裁造成的坏处 就像是习近平也算过 美国按照华为模式 中兴模式进行违规企业的个别制裁 对中国造成的坏处 要低于中国不支持俄罗斯 导致俄罗斯如不崩溃 国内社会崩溃 陷入二月革命造成的危险 要稍微小一点 我们要注意中国在金融方面 对俄罗斯的支持是极大的 基本上占了 尽管俄罗斯也在通过膨胀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中国大概是俄罗斯从自身的企业得到的金融支持 跟从中国得到的金融支持 基本相等 是一半对一半 等于是中国承担了俄罗斯的一半金融开支 而金融开支就是俄罗斯战争开支的主要部分 这一点也是俄罗斯社会体制的一个体现 俄罗斯像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当年一样 没有能力增加税收 我们要注意 增税就是沉默的社会革命 丘吉尔领导的联合政府 国民全国一致的抗战联合政府 曾经把贵族的遗产税增到90% 这一点差一点一点 除了不杀人以外 也就等于是布尔什维克的没收财产了 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沉默的社会革命 大战就是英国针对贵族阶级的一个社会革命 严重地破坏了英国贵族统治的阶级基础 而杰弗逊·戴维斯和亚利三大分是领导的南部邦年政府 没有能力对拥有南方主要财富的大总值援助 包括杰弗逊·戴维斯本人 增加税收 只能依靠金融手段 发行蒸发货币和蒸发国债来维持战争开支 结果导致南部邦年货币急剧贬值 国债和通货膨胀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如果金融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法 如不必定一切牵连 金融上唯一能够给俄罗斯提供支持的就是中国和香港 通过美元可以兑换美元的人民币和港币支持的奴布 这个账是很容易算的 人民币和港币对奴布的支持 与俄罗斯企业强制结肺 对俄罗斯央行的支持是一比一平 一半是一半 就等于说是 中国金融支持提供了俄罗斯一半的战争开支 大大的缓解了俄罗斯通货膨胀的速度 避免了二月革命在去年爆发 当然这对中国的负担也是非常沉重 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组织战士体制的可能性 同样金将军出兵俄罗斯很快就会严重削弱 他在韩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 朝鲜也没有那么多荣誉之言 大家都是各取所惜 但其实饥饿的朝鲜 国民经济一塌糊涂 但是战争能力仍然保存在二战标准 它是乌克兰战争复活了 海湾战争以后 大家都以为不会出现的战争 就是一战时期的那种战争 二战时期东线那种 拼炮弹 拼消耗 拼人力消耗那种战争 一战时期的期限就是这样打的 当时法国和德国都在叫两炮弹部族 英国跟二战时期的美国不一样 自拿破仑战争以来 历来主持战争当盟主 虽然主持主要的金融保障者 海上货运者和贷款者 但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军工生产者 一战时期 国内军工生产能力 其实还是不如法国的 大部分炮弹是法国和德国 在美国参战以前 大部分炮弹是法国和德国提供的 双方在1914年圣诞节都在叫两种炮弹部族 现在的炮弹部族 其实主要是因为 乌克兰战争复活的这种战争方式 颠覆了海湾战争以后 各国军火商对于未来战争模式的预期 本来都以为像朝鲜那种八百万炮弹的产能 生产的都是费品 是谁也不想再生产的 现在又必须在大量的世界炮弹 而朝鲜人可以很有理由的说 金江军父子的英明和远见 为朝鲜人民赢得了未来 朝鲜既然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它的能力总会在某一方向爆炸出来 与其让它在朝鲜半岛爆炸出来 或者在满洲爆炸出来 当然真不如拿到乌克兰去 当然满洲到乌克兰根本就是一体 欧亚军阀混战嘛 俄罗斯正在陷入军阀混战当中 而朝鲜部队的加入跟非洲军阀和叙利亚军阀加入一样 是在加速俄罗斯军阀混战的速度 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对军阀混战做出准备的各方 比如说哈萨克的改参放政府 和犹豫反复背着帝国包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手头没有练出一批一批 适合欧亚军阀混战 有欧亚军阀混战经验里的野战部队 会因此而吃大亏 当然这一点要在俄罗斯帝国 在形势上也完全崩溃 失去号令军阀的能力 各军阀为了取得物资 比如说朝鲜派出去军队还会回到朝鲜 吃输液的朝鲜人民养活吗 不 金将军第一个不希望他们回来 他们自己也不希望回来 等到俄罗斯当局中央政府没有能力补给他们 或者说给他们的补给不足以让他们满意 比如说其他更加能抢的 先下水为强的非洲兵的军阀或者高加索军阀先拿到好处 俄罗斯中央政府像以往那样让他没有办法 或者像九明这样的地方军阀势力 明明手上有很多东西 老子就是不给前线 这时候前线的军阀包括朝鲜的军阀就很有可能做出孙奸所做出的事情 孙奸勃然大怒地说 老子在洛阳前线跟董博打拼死拼活地打仗的时候 你老人家元素是干什么的 你手头拥有了大批物资在那里 你拥兵不上前线倒也罢了 连给我提供粮食都不行 我眼看就要打赢的时候 你不给我提供粮食 结果我又打输了 结果让董卓赢了 你这是在秦王吗 还是在给董卓帮忙啊 你再这么干的话 老子要自己动手了 你别以为我没有干过 我从长沙一路北上的时候 有不给我提供粮食太守 我就干脆杀了他 接下来的事情必然就是这个样子 拥兵拥有大量的资源 跟稍一股的好朋友 在俄罗斯中央政府里有深刻的人脉 像九明这样的军 很有钱 装备也很不错 但是虽发实战经验 拥兵自重不上前线的军阀 他手头的腹部充裕 中央的腹部空虚 中央渐渐地供应不起 前线的各路循运 军阀在需要粮食的时候 需要武器的时候 就会像普特高级那样大骂起来 国防部凭什么克服 是我在拼命 我像孙坚一样 眼看就要打赢的时候 却被你们克口炮弹 让我打不赢 下一次我要自己出来抢了 这家伙有一个像九明的家伙 他像冀州牧韩湖一样 像寿村的元树一样 手里面粮草很多 钱也很多 偏偏不上前线 公孙战已经杀了雍州赤使刘宇 因为刘宇说他是个和平主义者 葬了他是汉朝的一个亲王 就是不给前线部队给钱给物资 于是公孙战就自己杀了他 自己抢这些物资 也没有人能管得住他 公孙战可以做 我为什么不做 我就杀到冀州去 夺了寒淑的鸟味 我自己用他的钱来养我自己去 有什么不可以 孙坚干过 公孙战干过 我不能干 于是过表左右大家都会这么干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九民养起的军队 能不能够顶得住前线那些 前来抢梁、抢武器的军官呢 这个并不重要 那无非是某一路军阀打赢的 某一路军阀打输的问题 孙坚最后不也是打输了吗 那并没有什么关系 孙坚打输了也无非是说 让清流党人的刘宾出来 当京队的军阀 孙坚当不同的军阀 尽此而已 如果公孙战打输了 那也就是清王流雨来当 雍州的军阀 公孙战当不同的军阀 尽此而已 所以哪一路军阀上台是没关系的 但最后的结果必定就是这样的 朝鲜派出的军阀很可能会变成 金将军自己控制不了 俄罗斯帝国的中央控制不了 其他客机团也控制不了的独立力量 就像是禅唐五代时期在中原作战的那些恢复人一样 最后他们变成了四川的节度使或者是成州的中午节度使 变成了谁也管不住的独立军阀势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故事的开头 至于中国搞这个军阀 那是一个非常败的败笔 它表明习近平建立的这个专制政权是一个上层专制政权 它粉碎了上层的党政山头 控制了国务院和所有的军委和所有的江湖时代 由派系共治的所有的地盘 但是它没有足够的班底来控制基层 对解决技术困难尤其是完全无能为力 海战是消耗巨大的战争 跟中国军队人民解放军过去打过一些陆战 跟朝鲜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军过去打过那些陆战 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前上 这样的开头是苏联自己都撑不住的 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发展一个远洋战队的结果 就是使自己背上了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 因为这些战略是刚刚置办的 它还新 维修费用还少 所以最初还显不出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时候还是中国在经济上和财政上的扩张期 中国GDP在不断地增长 财政收入也在不断地增长 财政紧缩时期就要来临了 而新购置这些昂贵的设施 它的维修费用指数上升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呢 所以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面临1985年以后 越南人民军那种状态 七十年代的越南人民军号称事件第三大军事力量 因为苏联把握它的最先进装备武装越南人民军 号称是除了苏联美国也比谁都先进 发外之音就是比中国要先进 当然中国最先进的武器就是苏联五十年代给的武器 当然是越南人民军比中国要先进 但是到了1985年苏联自己长不起了 于是越南人民军